各位宝子们 又又又又是柳如烟 这是高达一个城市人口点赞量的完结爽 请正在敦坑的你 调整好姿势慢慢品尝 冷暴立了我整整三年的未婚妻 在港圈十年难遇的盛宴上 公然向初恋求婚了 后来我在朋友圈甜蜜官宣 要结婚了 她却深夜打了电话 几博答 我可从没说要嫁给你 我与孝燕燕 我也没说新娘是你啊 在后来 一组照片刷屏网络 震惊全城 港城大全在握的那个女人 这款西装可真帅 我轻声道谢 推门出去时 楼下却起了不小的骚动 巨大的金色旋转门领 我订婚三年的未婚妻柳如烟 公然挽着一个年轻帅气的男人出现 更荒谬的是 她身上的西装 跟我的一模一样 今晚是港圈数十年未有的盛宴 在场众人 各个身处金字塔尖 眼独又精明 自然一眼就瞧出 我身上所穿的不过是高仿佛 21年来 我第一次这样盛装打扮 原来是要做一个盛装打扮的小丑 如烟 你身边这位是 有好事人先开了口 柳如烟挽住身边男人的胳膊 我男朋友梅吉博 不过 过了今晚 就是我未婚夫了 那季先生 柳如烟冷淡看向我 我和季家的婚约已经解除 这三年来 柳家对季家已经人之意尽了 他说的没错 如果没有当初订婚时的一个一嫁妆 季家早就破产了 我的父母兄弟姐妹 还能继续现在的锦衣浴室 柳如烟甘西下跪 拿出钻戒向梅吉博求婚 他哭得一塌糊涂 扑到柳如烟怀中 他温柔地帮他擦掉眼泪 哄着他吻着他 我看着梅吉博 被那些屈烟覆射的性球们簇拥的 热络攀谈 过了今夜 他不再是不入流的小明星 和被人智慧的第三者 而我几波打 以后在岗城 几家 怕是都在无力族之地 能不能让一下 有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回过头 两个名媛模样的女孩子 端着小时 正不耐烦地看着我 我必让到一边 她的西装好劣质 是啊 这种了货也不知用的什么不了 碰了会过敏的吧 她还有脸站在这儿 真的好丢人 我面无表情走向角落处休息去 只做没听到他们恶意的议论 手机响了一声 我接起来 母亲的声音羞怒传来 几波打 柳家要退婚 彩礼要退五千万 三年你都拢不住一个女人的心 真是废物 五千万你自己想办法 气家一个字都没有 我看着挂断的手机 只觉得心脏难受的快要窒息 这灯火辉煌一箱并饮的一切都和我无关 我只想赶紧逃离 听说萧小姐昨日回港 今晚会来参加晚宴 不太可能吧 萧小姐几乎从不参加这样的活动 说的也是 毕竟这位姐上次公开露面 是在总台的新闻上 我按住隐隐作痛的心脏 翻开包想要拿药 吸俗声响惊动说话的两人 交谈声戛然而止 渐渐脚步远去 心脏渐渐疼得进来 不太合身的西装勒得我几乎窒息 顾不得再翻找药 我想要扯开暗口 大口呼吸 可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 我仰脸小口喘息 唇色已经渐渐变得灰白 不远处 盛宴刚刚开场 我的前未婚妻和她的心上人 大约正在甜蜜共舞 而我或许会悄无声息地 死在这安静的甲板上 萧小姐 您这会儿进去吗 萧薰儿没硬声 只是接过秘书递来的烟盒 她取出一只淡灰色的香烟 又打开一个精致小盒 指尖夹着的烟并未点燃 在那生褶色的香料细粉上侵占 又打了胆烟身后 方才对秘书伸手 秘书忙递过火机 萧薰儿点了烟 你们先去 我抽完这支烟 萧薰儿说着 往甲板栏杆边走了几步 这里风大 您当心 簇拥着她的众人 持续地一一离开 这次回港 萧薰儿是势必要更进一步 自此整个港城 她若说一 也就无人敢说二 今晚这个宴会 仇华者拖进了关系 请她露个脸 她原本没什么兴致 但昨日回港 就被家中长辈催婚催得偷疼 干脆就借机偷了这个鞋 可一支烟钢抽了一半 萧薰儿就注意到了 不远处那个纤细雷弱的身影 她起面掐了烟 转身就要走 却又听到甲板上一声闷响 萧薰儿缓缓回头看去 月色暗淡 那道身影浮在甲板上 却是无尽的仪里撩然 我的脸色大约已经憋得清白如鬼 月光暗淡落下来 照出的那张脸早已失了帅气 只有些微的扭曲 我看着面前陌生的女人 却像是抓到了救命服务 她的衣袖被我紧紧攥住 求生的本能让我平生了很大的力气 静就扯着她的手臂 落在了我的胸口处 我呼吸急促的吓人 心率早已稳乱 她看我一眼 像是明白了我的不是 静是单膝跪下 修长手指攥住了我的腕膜 沉生冷静询问 西装扣子在哪 我说不出话 挣扎着又抓住她的手贴在胸口处 她长眉蹴了蹴 拿开我的手 垂眸看向领口处 紧接着 繁复的一排暗扣被她的手指打开 我只觉周身一清 胸腔肺部的束缚骤然消失 空气涌入 我贪婪的大口呼吸 却完全忘记了 只在胸前贴了花瓣样的隐形胸贴 如今衬衫前进大开 早已被人看光了去 直到血裹着体温的男士 西装沉甸垫落在我身上 我才莫地回神 我帮你联系家人或者朋友 我忙摇头 不用的 我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她的手机忽然响了几声 我看到她走到一边 拿出手机接听 我说过 结婚的是我自有安排 放心 我不会让爷爷她老人家爆汗离开 她像是有些烦躁 点了支烟 烟头明灭 映出她冷硬侧脸 我磨地想起 仿佛在哪里见过这人 而此时 她也正回头 恰恰与我的视线对上 我盲垂下眼眸 她收了手机往我这边走 手中燃着的烟味道有点重 我不舒服地咳嗽了几声 道歉 她绅士地掐了烟 又指了指我身上的外套 衣服交给服务生就行 我的脸当即又红了起来 点了点头 很小声的印 嗯 她的视线落在我的手指上 我正紧攥着她的外套金口 我有些不自在地微微含凶 在她即将转身离开时 滴滴开了口 刚才 我听到你的电话了 我能不能和你做一个交易 我大着胆子抬起眼看向她 也许她需要一个老公 没有麻烦 随时都可以消失的老公 而我需要五千万来获得可怜的自由 交易 季先生要和我做什么交易 我太过紧张 根本没注意到她竟知道我的名讳 是不是需要一个老公 我鼓足勇气 定定看着她 我不会给您添任何麻烦 会竭尽全力配合您 当然 您不需要的时候 我也绝不会纠缠 她在月色下看着我 黑色长裙裹住 轻瘦却挺拔的身躯 眉眼不露锋芒 下颌线却凌厉 我看到她手腕上的表 大约可以买下我所处的这艘豪华邮轮 你有什么条件 我挣了一下 有些难堪的缓缓开口 我需要五千万 用处 我垂下睫毛 不敢和她对视 但在陌生人面前 却又好似可以大胆地 展露出自己的狼狈和无措 未婚妻要退婚 需要退还一半嫁妆 五千万 我拿不出来 退婚 她莫地看向我 眸光竟是说不出的锐颖 是 退婚 我倾笑了一声 抬起脸 海风将我的长发卷起 我迷茫地望着夜色深处 我没有路走了 先生 交易我接受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不敢置信地睁眸看向她 三天内领证 是 这么快 你刚才听到我的电话了 我爷爷身体不大好 急着要看孙女婿进门 她说完 微挑眉看着我 不方便 我忙摇头 不是的 方便的 那就这样定了 海风见大 我的长发被吹得凌乱 打在脸侧 她忽然上前一步 将我脸边的乱发拨开 挂在耳后 后天我让人来接你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在哪 她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 收回手时 只副仿佛轻蹭过了我的脸 却又好似只是我的错觉 她离开很久 我还陷在那种 极其不真切的幻梦中 直到喝得微醺的柳如烟 忽然走过来 一把攥住了我的手腕 几博打 这三年我都在等你向我低头 求一求我 你只要愿意像那些男人一样 对我服软 别说一个亿 十个亿我也给你们几家 你喝醉了柳如烟 我用力推开她 可一个醉鬼着实难缠 她心红着眼盯着我 又死死盯着我身上的女士外套 你穿的谁的衣服 不关你的事 柳如烟 不关我的事 她冷漠的脸都有些许的扭曲了 几博打 我倒是要看看 谁敢碰过柳如烟的女人 她用力攥住我身上的女士外套 扯开 我想要抓紧 却只是徒劳 海风汹涌吹来 月色之下 一片银白起伏 几博打 柳如烟正正轻难 下一秒 一道尖利女生却想了起来 几博打 你也太不要脸了 天啊 她怎么能宽衣解代勾引别人未婚妻 柳小姐眼都看直了 梅吉博 你看看人家的段位 我回过神 慌乱想要眼珠一惊 梅吉博却已经哭着冲过来 举手就往我脸上打去 这是在干什么 一道冷漠女生忽然平缓响起 梅吉博手上的动作一致 下一秒就被柳如烟给扯到了一边 我忙后退一步 又慌乱抬起双臂 护住了自己的前胸 众人听到声音齐齐回头 不知是谁惊呼了一声 是萧小姐 哪个萧小姐 还能是哪个 是萧薰儿萧小姐 我一点点地睁大了眼 看向人群之后的萧薰儿 方才在甲板上 帮我解开树胸衣扣的那个女人 我带着胆子说要做她男人 要她给我五千万的那个男人 竟然会是港城大名鼎鼎的萧薰儿 萧薰儿只看了我一眼 就收回了视线 然后侧手对身边的女秘书说了句什么 女秘书立刻穿过人群 躲到我身边 将外套重新帮我披在了身上 几先生 我先带您下去休息吧 我僵硬地点头道谢 被她扶着离开时 却又忍不住回头看去 人群已经安静地散开 众人皆摒弃凝宁神 毕恭毕敬地站着 萧小姐 这是场误会 柳如烟的酒已经醒了大半 小心翼翼地便捷 什么误会 萧薰儿的声音听起来依旧平和 没有动怒的迹象 我缓缓停了脚步 站在拐角处 秘书也并未催我 很耐心地顶着 柳如烟的声音有些发颤 梅吉博是我带来的 是我男朋友 他刚才应该是误会了 才会失态动手 萧薰儿眼眸沉立 已带了几分不悦 我不认为如今港城的名园中 会有这样有失教养的存在 柳如烟尴尴尬尴尬不已 梅吉博已经难堪地快哭了 萧薰儿吩咐下手 送这位先生下船 如烟 梅吉博哭着拽着柳如烟的衣袖 不肯放手 他混迹娱乐圈数年 自然知晓事情的严重性 如今这样被赶下船 很快就会传遍全港 他会沦为笑柄 再无翻身的可能了 萧小姐 小吉知道错了 您就给他一次机会 萧薰儿淡淡看他一眼 柳小姐大可以一起下船离开 柳如烟闭了嘴 将手抽了回来 梅吉博很快被人带下船 甲板上众人也安静散去 闹剧会这样落幕 认识谁都没想到 萧小姐 女秘书的声音 骤然将我的思绪拉回 我压抑回头 萧薰儿正向我走来 他摆手让女秘书离开 又温身问我 几拨答 吓到没有 我正正然摇头 没 没有 先送你回去休息 萧薰儿抬起手 轻握住我的手腕 可以吗 我晕头转向 胡乱点点头 被他牵着往前走 可刚走了两步 我只觉得胸口一凉 脚步顿住那一瞬 裸色的花瓣形胸贴 从西装下摆掉了下来 萧薰儿回头 视线顺着我的 落在那片胸贴上 我尴尬的几乎 想要一头碰死 他却神色如常地弯下腰 将那片胸贴剪了起来 对着后妥贴放在了裤兜里 刚才温身安抚我 脏了不能再用 待会儿我让人送干净衣服过来 我的脸又热又长 通红一片 只想小声地嗡了一声 走吧 萧薰儿再次握住了我的手 走廊并不长 很快就到了休息室 他将我送进去就有事离开了 我一个人安静坐了好一会儿 才算平静下来 可平静下来后 我才后知后觉地想起 萧薰儿一开始喊了我季先生 而刚才喊的是几博大 他知道我的名字 知道我是谁 刚才那位女秘书 送了新的衣服过来 我洗了个澡 化了干净衣服 又将萧薰儿的外套 叠好放在袋子里 想要干洗好再送还他 萧小姐吩咐了 季先生如果想要回去的话 让我亲自送您 女秘书月末三四十岁的样子 十分干练 还要劳烦您告诉萧小姐 衣服我先带回去干洗了 不用麻烦的季先生 交给我就行 我没有坚持 将袋子递给他 壮丝无意地问了一句 你们萧小姐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女秘书只是名嘴一笑 这可是萧小姐的私事 下传时 我的手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 几博打 我是萧薰儿 存一下我的电话 我望着这条简讯 好一会儿才微微敏存 回了一条 好的 存好了 后天去接你 这两天好好休息 嗯 他没有再发简讯过来 回到季家时 夜已经很深 但所有人都没睡 灯火通明 却气氛压抑沉重 看到我进来 母亲立刻站起身 几博打 你想好怎么办没有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怎么惹了柳小姐生气要退婚 是啊 打打 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们家还要靠着柳家做生意维持生计 五千万 咱们如今哪里拿得出来 你嫂子马上要生三胎了 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所有人都在指责我 指责我为什么拢不住柳无烟的心 为什么不能顺利娶了她 好继续认他们吸血吃肉 可当初因为心疼健康的长子 所以把我这个生下来 就病歪歪的小儿子推出去时 他们可曾问过我是不是愿意 拿着柳家一个亿的聘礼 去填亏空维持奢侈的生活时 我又何曾享受过分毫 如今柳家要退婚了 五千万他们分文不拿 却要我一人承担 好啊 我愿意承担 但承担之后 我不会再做技家的人了 打打 你倒是说句话呀 嫂子站起身 不愿的轻退了推我 五千万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你真的有办法了 我看到母亲的双眼 立时就亮了起来 只是 可能会有损我们技家的名声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很轻的笑了笑 今晚的晚宴上 我遇到了一位菲律宾的富婆 她知道我的难处后 愿意替我支付五千万 但是她有老公孩子 所以我只能做她的情人 我实在是没办法 只能答应了 只是这样一来 我和她出生入队 那我们的关系也就瞒不住了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不知廉耻的事 是啊 咱们几家可是书香门第 祖上出过举人近视的 几伯达你要是做人家更好三的话 我们几辈子的脸都被你丢干净了 那你们说怎么办 要不你们卖一些名下的产业 拿出五千万给柳家 一时间无人接话 鸭雀无声 打打呀 一直没说话的父亲 忽然开了口 柳家的五千万不能不给 季家的脸面也不能丢 我故意冷笑了一声 那干脆不认我这个儿子好了 嫂子捂着小父 小声嘀咕 还算你失去 这样吧 父亲最终拍了吧 季家会登报宣布和我断绝关系 但只是明面上走个过场 我仍是季家的儿子 他们也不会不认我 我自然知道 这只是季家哄着我的戒 只要五千万送到柳家 我立刻就会被扫地出门 但他们不知道 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的时候 我接到了萧薛儿的电话 几博打 你看一下短信通知 应该到账了 我忙打开短信 果然 十分钟前入账的 已经收到了 今天去处理退婚的事情 我让司机过去接您 萧薛儿 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件事 你说 能不能 暂时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我们要结婚的事 我不想让季家那些贪婪的 吸血鬼借机缠上萧薛儿 从而给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你不想让人知道 不是的 只是暂时 可以吗 行 那我安排其他人去接你 等到五千万退给柳如烟 季家登报和我断绝关系 萧薛儿想要公开或者隐婚 不管怎样 我都会全力配合他 到那时 因为断绝关系在先 季家是无论如何 都恶性不到萧薛儿 将钱汇入柳如烟账户后 我将汇款凭证拍照留存 柳如烟电话打过来时 我在报纸夹缝的启示栏里 看到了季家与我断绝关系的声音 我认认真真的盯着那几行字 看了很多很多遍 然后继续拍照留存 又将报纸小心地收好 柳如烟的声音有些嘶哑 几博答 你哪来的钱 五千万不算小数目 季家拿不出来的 谁给你的 说清楚 这些都和你无关 收到钱 我们以后就再无任何挂断 说完我就要挂断电话 柳如烟却忽然叫了我的名字 几博答 你以为我是为了这五千万 不管你为了什么 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几博答 你要知道 如果我不松口 整个港城 没有女人敢要你 我在电话里轻笑了一声 是吗 你如果不信 大可以试试 我不想再和他多废话 直接挂了电话 电话刚挂断就又想了起来 我正要拉黑 却看到屏幕上闪着三个字 萧薰儿 季家要和你断绝关系 你怎么知道的 我有些惊讶 萧薰儿这消息也太灵统了 几博答 如果觉得难受的话 也不用忍着的 我本来一点都不想哭的 真的 从小到大 我真的已经习惯 习惯到麻木的地步了 我不难受的 只是被人关心的时候 人总是格外的脆弱一些 所以一张口 话音里已经带了哭腔 几博答 你可以在我面前哭 毕竟 明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妻子 我的眼泪忍不住就掉了下来 可是做我妻子之前 我还给你安排了另外一个身份 什么身份 我很小声的窃窃说完 萧薰儿沉默了半分钟 方才道 所以 我现在的身份是 来自菲律宾的60岁华裔富国 而你是我的根号三 你生气了吗 电话里 他似很轻的叹了一口气 几博答 明天见 你 还要和我领证吗 其实我刚才明显感觉到 他有点不大高兴 今天好好休息 明天穿你高定的西装来 萧薰儿应该是提前做好了安排 所以领证的整个流程 都进展得十分迅速 证件拿到手后 萧薰儿先带我去了医院一趟 他一直都握着我的手 这也让我们俩看起来十分恩爱 他爷爷病得很重 只勉强对我笑了笑 或有些欣慰的样子 我心里不免有些不好说 要这样欺骗一个即将去世的老人 他一定很疼爱这个优秀的孙女 盼着他能夫妻和睦吧 却不知道 我根本就算不上萧薰儿真正的老公 离开医院 萧薰儿有很重要的会议要开 就让司机送我回去拿行李 司机是柳家用罐的老司机 看着萧薰儿出生长大的 已经须发皆白 但仍精神绝朔 既家人看到他从车上下来 帮我打开车门 都不约而同的认定 这位大约就是我的金主 因为比喻我如今更好三的身份 所以没人理会我 我从楼上拿了箱子下来 也只有父亲对我说了几句话 这只是权宜之计 你先搬出去住一段时间 达达呀 等风头过了 我们再接你回来 我故意可怜巴巴问他 要等多久 是情况而定吧 那您说过的话要算话 放心好了 我拖着箱子离开时 明显感觉既家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司机将我送到了萧薰儿的私宅 宅子并不算太大 但环境十分清幽 也并不见成群的保姆庸人 这让我觉得很放松 太太 先生之前吩咐了 让您在家中一切随意 他晚上会赶回来 但晚上八点钟时 我却接到了萧薰儿的电话 他要回内地开一个很重要的会 大约要一周后才能回来 如果觉得无聊 就约着朋友一起出去逛逛街喝喝茶 不要整天闷在家里 那我先去我的小公寓住几天吧 那里离中环境 做什么都方便 那我回来后过去接你 好 萧薰儿出差的第三天 针对先天心脏病的病童 发起了慈善募卷 赶到时 我看到了不少熟面孔 其中就有梅吉博 只是他今天虽然依旧盛装打完 但明显看起来气色不大好 看来那天被赶下船 对他的影响比我想象中更大 梅吉博也看到了我 却只是讥笑地笑了一声 就拉了身边人说话 你说的是真的 他去做人更好三了 当然是真的 他爸妈都嫌他丢人 登到和他断绝关系了 你们没看报纸 听说他的金主快八十了 做他奶奶都绰绰有余 Oh my god 这样的人怎么可以邀请他来做慈善呢 是啊 我们不要和这样的人一起参加活动 还是请他出去吧 场面渐渐混乱 邀请我来的那个名媛也一脸的尴尬 答答 要不 你下次再参加 我不想让人为难 主动起身准备离开 熟料刚走到门口 就撞上了柳如烟 吉博答 我没有理会 继续向外走 柳如烟却却握住了我的手腕 你是来找我呢 我抽出手 并不是 你的是我今天刚听说了 柳如烟再次拦住我的路 吉博答 你把钱退回去 为什么 我忍不住冷笑 五千万不是你要的吗 吉博答 柳如烟的脸色有些阴沉不渝 我说过 只要你对我服一次软 怎么服软 我再一次将它推开 要我也卑躬屈膝地跪在你面前 像狗一样感谢你的恩赐吗 说来可笑 没人知道看起来光风积月的柳家大小姐 私底下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用钱全来肆意做见人 我这条命不值钱 可却也不愿那样 奴烟必须任人羞辱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吉博答 我再给你台阶下 是吗 只是不需要 我绕过他 继续向外走 柳如烟的声音在我背后低沉响起 吉博答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你想清楚了就来找我 我没有回头 但当天晚上 我就接到了房东的电话 他勒令我连夜搬走 我没有和他多做纠缠 收拾了随身物品下楼 却没想到 刚下楼 就看到了萧薰儿的车子 司机下车接过我的箱子 先生 是太太让我来接您回去的 萧薰儿 他回来了吗 太太明天一早的飞机赶回来 我觉得眼眶忽然就酸降了起来 他的工作 都忙完了吗 本来说好了一周的 这才第四天 太太是怕你委屈 不放心 我没事的 他的工作重要 别为了我耽误了 我坐在车上 心里却乱七八糟的 说不出来是一种怎样复杂的感觉 好似被全世界抛弃的可怜虫 忽然却拥有了富可敌国的金矿一般 到了萧薰儿的住处 我刚回房间 他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几波打 萧薰儿的声音里 还带着些许的倦意 我忽然觉得羞愧无辱 为了摆脱几家 我故意这样抹黑自己的名声 他工作这样繁重辛苦 我却还时不时的给他添点乱子 如果我老老实实待在他家里 就不会有这些破事发生了 萧薰儿 对不起 几波打 萧薰儿似有些无奈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算了 明天回来我再和你好好说 挂断电话后 微信里多了一条好友申请 是萧薰儿发来的 就点了通过 他的朋友圈只有一条 三天前发的 只有一张照片 我们的结婚证 下面评论的那些人 说了什么我看不到 只能看到他回复朋友的两条评论 嗯 结婚了 介绍一下 我弟先生 几波打 那天晚上 我也发了一条朋友圈 只有简单的四个字 要结婚了 很多人给我留言询问 有朋友给我打来电话 我接起来时 却是柳如烟的声音 怎么 想明白了 我是说了给你一次机会 但我可从没说要嫁给 我忍不住倾笑 我也没说新娘是你啊 你要嫁给那个老婆子 几波打 你就这样自甘堕落 命运尾身一个有夫之妇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拉黑 那一夜 心里像是装了很多的事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天快亮的时候才睡过去 以至于连萧雪儿回了家 我都不知道 待到睁开眼 看到一道身影从浴室出来 我吓得差点尖叫出声 心脏都快蹦出来了 是我 几波打 我是萧雪儿 别怕 我按住狂跳的心脏 脸色还有些苍白 萧雪儿将我揽在怀中 轻轻抚着我的后背 慢慢呼吸 别紧张 放轻松 没事的几波打 我扶在她胸前 好一会儿才慢慢的平复下来 平复下来后 我才猛的发现 萧雪儿只穿了一条真丝睡裙 我没事了 我红着脸小声开口 轻轻从她怀里出来 抱歉吓到你了 萧雪儿将我凌乱的头发淋了你 怎么睡这么久 昨晚有点失眠 我有点不自在 睡衣轻薄 我睡觉一向不穿内衣的 刚才 就那样被她紧紧抱在怀里 紧紧隔着一层单薄布料 我的脸烫得发烧了一样 抓着被子 想要把自己裹起来 又觉得有些欲盖迷章 正不知如何是好事 萧雪儿却扶着我躺了回去 在睡会儿 反正已经快中午了 干脆直接吃午饭 她很自然地将宝贝帮我改好 我去一下书房 一会儿过来叫你 看着她出去 我才如是重负 轻轻吐出了一口气 白天还好 她多半时间都在书房忙工作的事 只是晚上九点 她回来主卧后 就没有离开的意思了 其实 我有想过婚后履行夫妻义务这件事 毕竟 也是我自己当初承诺过的 会配合她的一切需求 我看着萧雪儿从浴室出来 犹豫许久 还是轻轻问出了口 你 今晚是睡在这里吗 萧雪儿看我一眼 没有说话 我心里乱七八糟想着 也许萧雪儿只是需要一个名义上的妻子 也许是我自己想多了 我抱了枕头下床 试探着开口 那我去睡客房 她依旧没说话 我抱了枕头转过身向外走 走了几步后 却被人从后抱住了 不是说了 会全力配合我的需求 萧小姐 我的脊背紧贴在她结实的胸膛上 感觉到她的心脏在蓬勃跳动 她肌肤的温度好似也在攀升 稍着的我有些眩晕 萧雪儿低头 手指拨开我颈尖蜿蜒的头发 几步答 你现在是我的丈夫 我靠在她怀中 轻轻闭了眼 整个人都软了下来 任她将我抱起放在柔软的床上 她俯身吻我的时候 我的手指紧紧攥住了她的小臂 心跳得很快 心脏似乎都要缺氧 这一吻 不免就变得断断续续 有哪里不舒服就告诉我 萧雪儿摸了摸我潮红的脸 在我心跳渐渐平复后 方才继续下一步 有好几次 我真的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窒息了 但萧雪儿总能适时地克制着自己停下来 我能摸到她身体上绷紧的肌肉在隐隐地颤 她额上的汗珠砸下来 落在我的胸口 灼烧滚烫 她的心脏跳动得也那么剧烈 她的呼吸一时急促 我难受 而她似乎比我还要难受 达达 她声音微雅 俯身轻轻轻我的脸 好一些没有 我摇摇头 又点点头 眼底却早已一片迷离 双手不知何时紧紧攀住了她的脖子 像是推举 却更像是银河 她的眼底满是玉色 有那么短暂的一个瞬间 我甚至有一种萧雪儿喜欢我的错觉 达达 她再次俯下身 力道见重 最后的时候 我好似有两秒钟失去了意识 但却并不像之前发病时那样痛楚 反而整个人如同飘在云端一般 被绵软的云朵包裹 直到萧雪儿把我唤醒 达达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再次摇摇头 只是轻轻伸出手 抱住她的腰 女人对于自己的第一个男人 好似有天然的依赖 萧雪儿将我揽在怀中 歇一会儿 再去洗澡 她说着 手指落在我心口处 心脏难不难受 还好 我想到中途的几次停止 忍不住小声问她 萧雪儿 你会不会不舒服 她捧住我的脸吻下来 声音沉哑 你再问下去 就真的要不舒服了 不要了 好 不要了 她却没有放开我 我只是想轻轻打打 我不再说话 乖顺地任她吻我 脑子里迷里呼呼响的确实 她喊我打打的时候 好像真的很宠溺的样子 但她这样严肃客气的人 至多也只会在床子之间这样喊吧 我并没有机会验证自己的这个猜测 因为第二天一大早 萧雪儿又早早出门了 我知道她极其忙碌 毕竟处在这样的位置上 大事小事多如牛毛 我也就乖乖待在家中 尽量不给她再添麻烦 虽然不出门 但日子却是格外的安密宁静 这是我长到21岁 第一次感受到岁月静好的美好 不用担心会被家人当商品一样送出去 不用因为父母亲人的偏心而伤怀 什么都不用想 只要做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就好 我甚至还捡起来丢了数年的钢琴 网上买了画画的课程 开始学油画 足不出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一周 某天下午萧雪儿忽然打电话给我 说晚上有个宴会让我去参加 她已经准备好了高定西装 待会儿有造型师团队会到家中来 你晚上会去吗 我忙完直接过去找你 是什么宴会啊 非去不可吗 是一个帮助先兴儿童的慈善募捐晚宴 我觉得你会想去 我心下不由被触动 上一次被梅吉伯恶意散播黑料 从而没能参加的慈善募捐 也是为了先兴儿童筹备的 原来萧雪儿还记着这件事 因为自己天生心脏不好 所以我一直很关注这方面的事 我还记得 和柳如烟订婚后 我依然雷打不动的每个月去做义工 去看望福利院生病或者残疾的孩子们 但柳如烟曾讥讽我 孤名钓鱼的事 你做的倒是贤熟 但她并不知道 我并不是为了孤名钓鱼 只是因为自己吃过这样的苦 所以才想要帮助更多如我一样的孩子而已 萧雪儿 我当然愿意去参加 只是 如果晚上你过来 我们的事就瞒不住了 我想问她 会不会给你造成困扰 或者不大好的影响 答答 从一开始 说想要暂时不公开的人 都是你 并不是我 萧雪儿 我攥着手机 有些不解的青难 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 为什么她会答应我 为什么她从来没有想过要隐瞒和我结婚的事 为什么 偏偏就是我 晚上回家再回答你 我到晚宴现场的时候 自然招来了无数一样的视线 只是让我稍有些不解的事 萧雪儿既然会出席的慈善宴 自然规格不易本 柳家能够得上 但几家肯定是不能的 可柳如烟在 季家的人也在 我进去时 季家人正热络地簇拥着柳如烟 而我一母同胞的亲姐姐几博熙 看着柳如烟的眼神娇羞又炙热 几博打 你怎么也有脸来 几博熙一开口后 几太太立刻沉着脸走了过来 几博打 这是什么场合你不知道 你跑来丢人现眼 让别人怎么想我们几家 我望着面前优雅端庄的贵妇 心底已然在无波兰 不是已经登报断绝关系了吗 所以 我和季家没有任何关系 丢人现眼 也丢不到季家身上去 可你到底还姓急 港城人谁不知道你是我的儿子 那你说该怎么办 几博打 你离开香港吧 让你那个金主带你出国 或者回菲律宾去 爸爸不是答应我 风头过去会让我回来的吗 季太太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你在一想天开始吗 季家的家谱已经把你除名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也就是说 不管从法律意义上 还是亲缘关系上 我和季家都无任何关系了 对 好 我转身看向四周 季太太的话 想必大家都听到了 几博打 你还是赶紧走吧 何必非要闹到脸面丢尽呢 几博西故作温柔大方 柳家大小姐也在 别让人看了笑话去 柳如烟此时却也开了口 几博打 你不是说要结婚了 柳小姐 人家在菲律宾有夫有子 全球各地到处都是根号三 怎么可能争取他 所以 你那天的朋友圈是假的 我刚想说什么 柳如烟却已经一步上前 攥住了我的手底 几博打 我再问你一次 她话还未说完 宴会厅忽然就禁忌了下来 萧小姐来了 萧小姐怎么会来参加 这样的小烟火 这我哪知道 不过今晚真是转了 竟然能见到萧小姐本尊 萧小姐怎么往这边过来了 天啊 萧小姐怎么一直看着这个方向 看的是记家大少爷吗 似乎是听到了这些议论 几博西的脸飞快红了起来 几太太面上也带了 掩饰不住的喜色 我回头看向萧萱 她还穿着黑色的商务礼服 看起来十分严肃难以接近 这一刻我不免有些恍惚 这个我曾经只在电视上 报纸上看到过的女人 如今是我的妻子 她吻过我很多次 她喊我达达 她对我真的很温柔 很像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妻子 达达 萧薛儿开了口 这是第一次 她在大厅广众换我的名字 不是几博达 而是亲密私密的 一声达达 几博西脸上的笑 有些滑稽的定主 几太太也有些正愣 柳如烟更是面带错愕 我用力甩开她的手 微红的眼底已经带了吻屈 萧薛儿 她穿过人群 静止走到我面前 今天的西装很帅气 妆化的也很适合你 很帅 萧薛儿 我想哭又想笑 在我眼泪就要掉下来的时候 萧薛儿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我揽在了怀中 好了 我不过是迟到了几分钟 你就被人欺负 她说到欺负两个字的时候 目光狠淡的掠过了众人 几太太脸色煞白 几博西下意识往她身后躲了躲 萧薛儿的目光 最后落在了柳如烟脸上 刘小姐 刚才与我老公聊什么呢 萧薛儿话里的太太两个字 堪比炸弹 原本死机的人群 历时控制不住的一片问生议论 柳如烟四还有些不幸 郑正然开口 老公 对 几博达 是我萧薛儿的老公 萧薛儿话音刚落 几太太忽然醒过神一般 几步走到我身前 轻易地拉住了我的手臂 达达 你这孩子 这么大的大喜事 你怎么不告诉妈妈知道呢 我推开她的手 几太太 我已经不是季家的人了 几太太一正 王道 这亲生母子哪里有什么隔夜仇 咱们母子两个误会说开也就好了 我摇头 没什么好说的 我和季家 没有半点瓜葛了 祖谱为正 季太太急得一头汗 又殷切看向萧薛儿 萧小姐您看 我们达达孩子气得很 还在和我呕气呢 我听老公的 萧薛儿拦住我 声音冷淡 达达说和季家没有关系 那就是没有关系了 萧小姐 季太太如丧考笔 季太太 萧薛儿忽然开了口 据我所知 近十年间 几家不曾在慈善上捐过一分钱 季太太闻言 历时汗如雨下 僵硬的想要辩驳 却又说不出只言片语来 原来没捐过一分钱了 那每次慈善晚宴 几家人都削尖了脑袋 几进来干什么 孤名钓鱼呗 真是无耻 季太太无言再待下去 带了几个稀郎被离开 萧薛儿拦住我 达达 我们也回家 还没有给孩子们捐款 我小声提醒她 萧薛儿低头亲了亲我 秘出去了 萧薛儿 我心脏快不行了 昏沉沉的室内 我只觉得一阵一阵眩晕 熟悉的缺氧感吸来 我攥紧她的手臂 偏过脸大口呼吸 萧薛儿沉下神 额头于我的倾底 达达 我能感受到她此刻很难熬 可偏偏自己的身体这般不争气 萧薛儿 要不你找一个健康的老公 几伯达 萧薛儿的谋底是难得一见的眼所 天底下不缺健康的男人 可是我这样的 你这样子怎么了 她将我额上湿透的额发剥开 几伯达 在我眼里 你就是最好的 萧薛儿 身体不好 我们就慢慢痒 慢慢治 香港治不好 就去北京上海 去国外 如果还是治不好 萧薛儿俯下身 很温柔地吻了我 那我就尽欲修身 正好齐家治国 新年将治时 萧薛儿终于得了险 她带我去了北京一趟 据说如今最好的心外科专家都在北京 去做检查时 我很有些紧张 我们就进人试 听天命好了 萧薛儿习惯性地帮我整理好头发 去吧 我就在这里等着你 所有详尽专业的检查都做完后 那位头发全白的老专家 很有些唏嘘地看着我 我看了你的检查报告 你算是先天性心脏病患者中 并不算严重的一类 如果小时候及时做手术干预 你早已恢复健康了 我不敢置信地望着医生 连连摇头 医生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从小到大 我的家人都告诉我 我的病是治不好的 他们带我去了很多个医院 都是一样的说辞 到后来我再也不愿意去医院 再也不愿意听自己 一遍一遍被宣判死刑 他们告诉我 只能花钱这样精心地养着 我能活下来 长大成人 都是拜他们所赐 萧薛儿将我抱住时 我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 流了一脸的眼泪 他们骗我呢 是不是 他们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如果不愿意给我治病 可以把我丢掉 送人 为什么要骗我 骗我这么多年 答答 不要去想这些问题了 你可以恢复健康 这比任何事都重要 知道吗 我只是想不通 萧薛儿更紧地抱住我 那就不要去想那些 没有意义的事 我们向前看 别回头了 春暖花开始 萧薛儿来接我回香港 那时我已经平安出院 身体休养得很不错了 数日前 他爷爷并未下了通知单 他连夜返港去医院 一直到前日老爷子 再次闯过鬼门关 病情稳定下来 他才放下心 我和他 已经整整半个月 没有见过面 萧薛儿走下车 却并未向我走来 我们之前约定过的 再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要跑到他的身边去 像每一个健康的男人一样 他张开手臂 我拎了包跑下台阶 穿过满园的碧绿鹅黄 轻鸣地跑在春风里 21年来 第一次这样奔跑 连烧险寒冷的春风 都是温序的 我不管不顾地 扑到他的怀中 仰起脸要吻他 可今日我穿的平底鞋 他身量实在太高 我只能点起脚 但他低了头 迎合了我的吻 和萧薛儿结婚 已经有将近一年了 但那天晚上 却是我第一次看到 他放纵自己的样子 他亲吻我胸口的伤疤 做手术留下的印记 人很清晰 有些丑陋 我不想给他看到 抬起手想要捂住 萧薛儿却不敢 会不会很丑 和那天晚上一样帅 原来你一开始就觊觎我了 不 比你想得更早 那是什么时候 你之前见过我吗 几博达 你确定要在这个时候 和你的妻子叙旧吗 萧薛儿扣住我的双手 再次俯下身 萧薛儿 我好晕 没办法呼吸了 我估计重施 他自然是不幸的 但却仍是在 最激烈的时候停了下来 我的心脏跳得很快 但却不会再撕扯着一样脚头 胸腔里蓬勃着 涌动着呢 只有压制不住的情巢 我主动拆上他 轻咬他的下巴 萧薛儿 你不用再顾忌我的身体了 以后 你想怎样做就怎样做 我见过萧薛儿 在湾区大会上 做报告时严肃认真的样子 也见过他在办公室里 开跨国会议 英语法语 粤语都流畅标准的样子 私下在家时 他亦有随和闲事的一面 家中庸人甚至都敢 和他日常玩笑几句 但只要他连起笑语 身边人就立时进入寒蝉 而此刻的他 眼底有着清晰的欲望 和强势的战役欲 他放任自己沉沦于情欲 与我一起跌入滚滚红尘中 无止境的欢愉中 他似比我更纵情 投入 从前我不懂 为什么至亲的人会这样对我 后来我才明白 那二十一年来吃的苦受的委屈 不过是为了让我再次遇到萧薛儿而已 萧薛儿 好似知道我要问什么 他的蚊落在我耳边 湿热的手指与我的紧紧纠缠 我听到他的声音 威艳而又低沉的撩人 己伯达 我中意你 萧薛儿翻乱 己伯达十六岁的时候 经常利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间去做义工 因为生病的缘故 他本来就性子孤疲 如此一来 自然就更不合取 萧薛儿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陪爷爷去教堂祷告 他作为志愿者 带福利院的孩子们参加唱试版 孩子们唱歌的时候 他穿着西装弹钢琴 合唱完毕要合照时 原本该站中间的他 却被人挤到了角落里去 他也不争不强 安安静静站在最后 排不起眼的位置拍得着 没人会注意这样的小插曲 但爷爷当时却忽然对他说了一句 你看那个弹钢琴的小男生 小小年纪却很能沉得住气 他也因此多看了他几眼 那时候他二十四岁 正义气风发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心无旁骛到了极致 当时心头也不过只留下了一个狠干的印象 他穿技抓鬼的样子很好看 第二次再见到他的时候 是在他和柳如燕的订婚礼上 因为爷爷和柳家长辈有点交情 柳家三番相请 他自然要给面子 订婚礼那天就去露了个脸 很多人都在议论那天的男主角 但话里话外有两重意思 一是 纪家这位小少爷实在是生的帅气 但可惜身体不好 二是 柳家虽然不差那一个亿 但纪家这样的破落户 就算几先生再帅 好似还是柳家吃了亏 他不知怎么来了兴致 往台上看去 几拨大仍是穿着很帅气的西装 但整个人看起来却全无生气 就像是被精心打扮起来的人偶 眼底一点的活气和灵动都没有 他不知怎么就想到了那个很热的夏天 唱诗般的孩童们声音稚嫩宛若天赖 坐在钢琴前的少年 温婉而又安静 站在最后排角落里 也平和笑着 眼睛很黑很亮 尚且带着银润的光 和此时台上那个被人摆弄着的肢体 都显得僵硬的人偶 怎么都无法重叠 柳如烟低头吻他的时候 他不知为何 忽然就转过了身去 工作日益繁重 其实他很少会再想起那只有两面支援的人 偶尔清闲 和家中人聚会吃饭 表姐妹堂姐妹姐 倒是时不时会提起几伯达这个名字 说起来他也真是可怜 先是被娘家人给卖了 这柳家大小姐也不待见他 是啊 听说订婚两年了 柳小姐从不曾登记家的门椅子 我看这婚事 怕是没影了 那柳小姐当初为什么会同意和他订婚 如果说是图他的美帅 那为什么订婚后又冷落他 他站在聪余的矮术后 一时静平了呼吸 我听柳家旁这一个小姐说的 柳小姐一开始确实对他有点意思 所以几家狮子大开口 他也认了 但那几先生 病病歪歪的私生活却很不检点 不会吧 我见过几伯达好几次 我们经常一起做义工 他看起来真的是个很好的男孩 是他亲哥哥几伯西 不小心说出去的 应该不会有假吧 到底怎么不检点的 好像说他十六七岁的时候 就跟很多女孩好过 和柳小姐订婚前 还和别的女人在酒店私会 季家花了很多钱 才勉强把事情压到了订婚礼后 你们想想 柳小姐那样心高气傲的人 会咽得下这口气 所以订婚礼后 几伯达就被送回了季家 柳小姐碍于脸面 丑事只能遮掩下来 但也从此对几伯达咽起疾身了 那为什么不干脆退婚好了 可能他心里确实喜欢他 所以不甘心 却又隔应着几伯达做的事 自己也很矛盾吧 我还是不大信 几伯达会做这种事 你说酒店私会 有照片吗 好像看到过 我去找找 表哥 堂哥你怎么过来了 小叔叔好 他忽然拨开树丛走出去 女孩子们都吓了一跳 忙纷纷站起身来 乖巧的问好 他当时的脸色大约不太好看 原本还热闹的园子里 瞬间就禁忌的吓人 功课都做完了 一个个在这里胡言乱语 非议别人 柳家的家风十分严谨 尤其是对女孩子们 教养的尤为严格 小姑娘私下聚会 讲讲八卦可以 但今日说的这些 确实有些过了 若是长辈们知道 怕是要动家法呢 众人吓得几乎都要哭出来 他又狠狠吃了几句 直到他们一个个 抹颜躺类的发誓 再也不飞一别 他才转身离开 此后几日 他的心情一直不大好 那个周末 他难得得闲 陪着爷爷又去教堂 竟又遇见了他 依然是穿着肃静的西装 给孩子们伴奏钢琴 可人看起来更瘦了一些 那双眼仿佛 总是含着一层雾蒙蒙的重绪 他弹错了一个音 慌乱的脸色发白 琴声也断了 有人过来不留情面的斥责他 他低着头坐在那 要哭不哭的样子 接下来的弹奏 却在无半点后 他总忍不住看向他 心里甚至在想 如果他眼眶中的泪落下来 他一定会站起身走回去 可他最终还是没有哭 但离开的时候 他忍不住又折转回去 悄悄找了牧师 让他转告他 你穿西装弹钢琴的样子 真的很好看 希望你可以快乐一点 在后来 那一晚的港圈盛宴 一时的决定 引出了一生的姻缘 解开他衣裙暗扣那一刻 其实他就已经决定 无论如何 要用多大的代价 都要把他从柳如烟身边带走 然后把他娶回来 却没想到 他会主动对他说 要做他的丈夫 他忍着逐渐剧烈的心跳 用最平静的声调 对他提出自己的条件 三天内 他要和他领证 他答应那一刻 他快乐的像是回到了年少时 帮他整理头发那一刻 他不会知道 他用了多么大的自制力 才控制住自己 没有唐突地吻他 让他穿上最漂亮的裙子 和他去领结婚证 他会一点一点的 把记忆里那个最美好的姬波达找回来 好在 他终是得偿所愿